到最后 大喇嘛听得烦了 索性闭上眼 数着佛珠念起了经文 达使敦多布见状 便小声地告诉红利 今日就到此为止 改天再继续吧 红利却没有采纳达使敦多布的意见 而是再次站了出来 请大喇嘛高抬跪手 大喇嘛继续来了个充耳不闻 红利无奈 只好道 我们先回去吧 别打扰大喇嘛修行了 红利话音刚落 就听到纳仁吉娜冷哼了一声 八音图真的要抓狂了 真正是千年修行毁于一旦呢 八音图没有想到 这只是个开始 只见纳仁吉娜冷笑着站了起来 哼 你个秃头和尚 别给脸不要脸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聪了是吧 见好就说的道理你不懂啊 在那端着干嘛呀 除了说明你心眼比针尖还小 还能干嘛 你自己说说 你除了欺负妇辱 还会干嘛 我要是菩萨 早羞死了 怎么会收了你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混账东西 纳仁吉娜翻脸翻得太快了 所有的人全懵了 忘了去阻止他 全傻乎乎的正正的看着纳仁吉娜 大喇嘛终于睁开了眼 冷冷的指示着纳仁吉娜 纳仁吉娜毫不示弱的对视着 嘴里还在不停的嘛 纳仁吉娜突然开骂 一干人等都有些发懵 红利则抢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 从纳仁吉娜训道 你胡说什么呢 还不夸猪嘴 然后又急忙对大喇嘛道 大喇嘛 你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 他是气糊涂了 八音图急忙点头 说红利说得对 图乌尔则赶紧爬了起来 去拉纳仁吉娜 纳仁吉娜猛地推开他 大声道 你拉我做什么 我那枉死的孩儿 可在天上看着呢 怎么着 你这个阿布不管他 还不容许我这个额魔 为他出口气 图乌尔脸色发青 看架势离完暴力不远了 红利忙走过去 拉住图乌尔道 那人吉娜正在气头上 别刺激他 八音图则哭丧着脸道 那怎么办 不想红利来了去 我不知道 八音图还指望红利掌控大局呢 不想红利却来了个不知道 八音图当时就只想自己抹脖子死了算了 而那人吉娜则已经继续起了开马工作 达使敦多布气急败坏地叫道 来人 红利忙阻拦的 王爷且慢 这事可不能闹大 达使敦多布又气又急的 死皇子 若任由他这样下去 那才真的是要闹大了呢 红利的 你叫人将他拖出去 他若在大仗外骂呢 克尔庆的人可在这儿呢 肯定不会同意你拿布塞那人吉娜嘴巴的 还有托雅 托雅肯定会帮那人吉娜 这样一来 事情不是更糟了吗 扎伊勒提尔和乌提兹一听红利这话 也不跪了 赶紧站起来 跑到托雅身边 紧张地盯着慢慢站了起来的托雅 用眼神示意他千万别轻举妄动 托雅咽了咽唾沫 有点茫然的道 那人吉娜 你冷静点 那人吉娜冷冷一笑道 叫我怎么冷静 你婆家从上到下都护着你 我呢 打这个肚子 也没人帮我说一句话 我就不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要巴巴地顺着这个秃吕 我就不信了 他们将这秃头巴结好了 我那帮小叔子小侄子中 就能出个转世灵童了 那人吉娜此言一出 红利心中更是一己 哪个部落出个灵童 哪个部落岂不是势力大增 朝廷岂不是很被动 红利拿定主意 灵童这事得赶紧通知老师 不能让大喇嘛和墨北蒙古王公 自己决定了 而达使敦多布则是气急败坏地 跳了起来 来人 快来人 将这疯婆子给拖下去 达使敦多布话音刚落 就跑进来几个蒙古侍从 达使敦多布指着那人吉娜道 快快快将这个疯婆子拖下去 科尔庆的巴音图还傻傻地在那跪着 拖崖也没有去来 也许拖崖也认为那人吉娜需要冷静冷静 于是 红利只好站了出来 看着达使敦多布 缓缓道 王爷 那人吉娜可是为人县皇太后守了三年校的 疯婆子这三个字 王爷怕说得不妥吧 巴音图这下反应过来了 急忙爬了起来 王爷 我会将姑姑劝回去的 达使敦多布看着红利道 四皇子 那人吉娜对大喇妈如此出言不逊 难道我还不能对她有所处置不成 达使敦多布毕竟是亲王 而且又站立 所以一点也没给红利面子 这倒不是达使敦多布 骄横猖狂 就算是经理的宗室王爷 那也是有几分脾气的 皇子皇孙 想从他们手中讨便宜 也不容易 皇帝再偏心 也得顾全大局 不能让臣子们含心不识 所以 别看大家平日里 对皇子皇孙都很亲切 但一涉及到利害关系 皇子皇孙也很难从有权式的宗室王爷手中讨得便宜 不过 红利在今 却没有遇到哪个王爷当面给他甩脸的 一是他和别人没有利害冲突 二是 大家都知道老实户短的秉信 所以 虽然大家纷纷不准儿子和红利一起混 但却没有人傻乎乎的 宠红利翻白眼 因此 达使敦多布此话一出 红利就非常非常不爽了 越发的断定 墨北蒙古王宫有仗势藐视朝廷之心 所以 红利也将脸给垮下来了 直接呵斥那些 要对那人吉纳动手的侍从 住手 然后 才对脸色铁青的达使敦多布道 王爷 在你眼里 人县皇太后 没有大喇嘛分量重 但我红利却不敢对人县皇太后不敬 你以为 我黄额娘和姐姐 为什么那么关心那人吉纳 那是因为 那人吉纳为人县皇太后守了三年校 就凭这一点 我爱心觉罗家不管是谁 见了那人吉纳都得客气三分 王爷 你当着八音图 当着我红利 人县皇太后的重孙子 你都这么对那人吉纳 小爷我真不敢想象 平日里 你们是怎么对那人吉纳的 八音图见红利 站在了自己一方 态度也强硬了起来 王爷 我科尔庆的人还没死绝呢 托乌尔急忙打圆场 四皇子 我阿布可没有对人县皇太后不敬的意思 只是那人吉纳做得太过分了 所以一时情急考虑不周 大使端多不责道 四皇子 你少在那给我安罪名 我可没有说过人县皇太后 没有大喇嘛分量重 但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人县皇太后 也不会死那人吉纳这般 对大喇嘛不敬 托乌尔小声劝道 阿布 你少说一句吧 大使端多不哼了一声道 哼 我为什么不能说 就是到狱前打官司 我也站着理 托亚插话了 人县皇太后信的是张家糊涂刻图 托义勒提尔和乌提兹也听出来 红利是要帮着那人吉纳了 因托亚和红利的亲戚关系 两人只能选择站在红利一边 所以当没有出言阻止托亚 而那人吉纳则接着说道 要是人县皇太后知道 我被这大喇嘛这么欺负 还不知道会怎么发火呢 哼 还对大喇嘛恭敬 做梦吧 当初 那人吉纳和红利两人 都没有想过别人会不会给足够的时间 让大喇嘛被气死 所以一上来就出师不力 红利被迫表明立场 形势有些不妙 因此 那人吉纳虽然将画风转向了大喇嘛 但是并没有再接再厉 还是在等红利给暗示 看要不要继续 果然 红利改主意了 对那人吉纳的 那人吉纳 你别再说了 少说两句对大家都好 表情很是凝重 然后红利又对一直没作声的大喇嘛的 大喇嘛 那人吉纳刚经历了丧子之痛 言语间难免有冒犯的地方 你就别和他一般计较了 还是让他先退下吧 我回头一定好好劝劝他 谁知一直在旁看戏的大喇嘛 却一字一顿的 四皇子的意思是 红利笑了笑的 大喇嘛 我不是说了吗 请你别和他一般计较了呀 再说了 看在人县皇太后的份上 也应该对那人吉纳宽容点吧 怎么 大喇嘛不同意 大喇嘛淡淡的 依照四皇子所说 不和他一般计较 那么 就该对他特殊计较了 红利笑的 对啊 对他特殊点 没什么 大喇嘛的 既然四皇子如此说 那就依四皇子 割了他的舌头就好 大帐内所有人都一正 那人吉纳怒道 你这个徒律 臣当我科尔亲的人好欺负是不是 阿巴盖的乌提兹 站了出来道 还请大喇嘛开恩 乌提兹心想 反正自己部落 是和朝廷捆在一起了的 自然得不分青红皂白的帮红利 否则自己回家后 铁定在没有了出头之日 所以 虽然言语很温和 但却已经打定了主意 如果红利要大闹 自己就得跟上 而托雅的老公 扎伊勒提兹 则有些为难 自家毕竟是在墨北 若和大喇嘛撕破脸 那可就给孤立了 天高皇帝远 自己部落可有的牌头吃 因此只好站在一边 没作声 八音徒则火大的 大喇嘛 我姑姑得罪了大喇嘛 我科尔亲该怎么赔罪 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 但是 我科尔亲的哥哥 就不劳大喇嘛 费心叫的了 托雅则说道 大喇嘛 你先是非要我们去库伦 如今又要割人舌头 干嘛这么咄咄逼人 出家人慈悲为怀 难道是句空话不成 大家在这乡七嘴八舌的 而大喇嘛则冲 他的几个座下弟子 使了个眼色 这几个弟子 当即就朝 那人吉娜走了去 八音徒则赶紧挡在了 那人吉娜面前 达士敦多不道 八音徒 你胆敢冒犯大喇嘛 坐下高徒 可别怪我赛爷诺言不 不客气 却听红利 黑黑笑了起来 哼 王爷 你要怎么个不客气法 他是敦多不冷冷道 四皇子 还是公平些好 红利再度 黑黑笑道 大喇嘛 落了小爷我的面子 让小爷我很不爽 所以 小爷我这心是偏定了 王爷 你就说 你要怎么办吧 他是敦多不朝空气 拱了拱手的 那我就只有得罪了 把事情告一段落后 我自会亲自上京 给皇上请罪 红利别别嘴道 王爷 小爷我劝你 趁早吸了进京告状的心思 你不知道吧 当初可以有两百多宗士 一起找我皇阿玛 告我的状 可结果呢 小爷我如今 不好端端地站在你跟前 想将小爷我告倒 哼 你可是打错了算牌 红利没想到 宗士 宗士 却得到了反效果 反倒是打使 敦多不觉得 这完全不可信 想都不想 就对 红利 道 四皇子 王子 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个礼 我还是懂的 说完还哼了一声 表示对红利说谎 不打草稿的面试 而那乡 大喇嘛的几个弟子 已经将八音图和那人吉纳 给团团围了起来 乌提兹听了红利的泛魂话后 想赶过去已经晚了 只好在外围打转 托亚轻轻拉了拉扎伊勒提尔 扎伊勒提尔实在不想和大喇嘛的弟子动手 只好对大喇嘛道 还请大喇嘛发外施恩呢 大喇嘛闭上眼 双手飞快地赎起了佛珠 眼看八音图和几个喇嘛 就要打起来 乌提兹已经在做热身运动了 托亚手心全是汗 推了推扎伊勒提尔 小声道 快点去帮忙啊 说完就打算悄悄跑出去搬救兵 达什敦多布和托乌尔都没有说话 静静地在那站着 仿似那人吉纳 和他们都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两人的眼睛都盯着弘历 弘历扫了眼大喇嘛 大喇嘛的座下弟子只留了一个守在身边 此时若挟持大喇嘛 弘历是颇有自信的 肯定会守到勤来 但是这个念头也只是在弘历脑海里闪了一下而已 弘历虽然盲胆大 但是并不是没脑子 真的挟持大喇嘛 自己就算是脱好几层皮 墨北蒙古说不准都不会一等 弘历可没那兴趣 让老实和自己都受罪 因此 弘历对此次行动不能实施 深表遗憾后 立马就转移了目标 说是迟那时快 托乌尔只觉得眼前一花 脖子上就尝到了冰凉的味道 四皇子 你这是干什么 发此话的不是托乌尔 而是托乌尔的爹 达使敦多布 达使敦多布此言已出 大家的吸引力全被吸引到 拿笔手指着托乌尔脖子的弘历身上 大喇嘛的弟子们也收回了身像八音图和纳仁吉娜的手 在瞄了弘历后 又扭头看向大喇嘛 大喇嘛波澜不惊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诧异 扎伊勒提尔则赶紧朝弘历身边跑 乌体兹也打算弃了纳仁吉娜 朝弘历靠拢 却听弘历对扎伊勒提尔道 还请表姐夫去护着纳仁吉娜 我打小就开始练武 并不是酒囊饭带 表姐夫不用担心 于是 乌体兹迈出去的腿又缩了回来 扎伊勒提尔只好被迫加入八音图的阵营 在这种情况下 扎伊勒提尔若还是呆呆地站着 只动口不动手 那只能是里外不是人